气胸患者、病情轻者毫无症状 严重些会感到胸闷、胸痛 最糟的情况是休克甚至死亡 热膜腔在没有外来因素下出现气体 使肺症无法扩张并造成肺炎的塌陷 就是所谓的气胸 气胸大多是字化性的气胸 那他特性就是一般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那他有个比较大的特性就是瘦高型的年轻人 男性比较容易发生这种字化性的气胸 就是说他就是没有什么特殊原因 就是突然胸痛 那一般来我们就是会给他照个X光 那如果是看他的范围程度 如果是他只有在轻度的话 我们就是用氧气就可以治疗 如果他范围超过比如说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我们就是要一般给他换个管子 把那个气引流出来 那差不多一个礼拜那就好 如果他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 甚至有需要是要用胸肛镜来帮他治 看他那个肺炮里面的气泡是哪个破掉 那直接把他补起来 那就会好 那有些病人他如果是胸痛 他没有马上来医院照X光 在外面 时间是过久了 那我们有不幸的事件 有时候他来一下就倒下去 那个气胸变成压迫性的气胸 造成心脏整个休克 那是会危险 所以我们要提醒的是说 一般男孩子如果是他突然莫名其妙的胸痛 那可能就是不能延误 要赶快来医院照个X光 就临床上来看 气胸患者的病况轻者毫无症状 严重些会明显感到胸闷 胸痛呼吸困难 最糟糕的情况则是休克甚至死亡 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发生 法学新闻记者赖伊荣许鹤勇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